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后面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就是 你看那个芝麻剿酿扣开有黄色的而且有汁水 这个很像啊 如果在家里边有不用的牙刷呢就拿着 刷一刷然后呢 再打点药效果会更好 如果说芝麻剿酿这个东西你不给它刮掉 它身上带一层辣植壳你打药是没什么用的 好吗宝 想说老花一我这个芝麻花咋的了 你那个芝麻花是年久啊然后感觉是用过什么东西 有一些个肥烧的感觉 他之前呢是出现过这种营养不良 但是不不明白您用了什么东西 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焦黄 好吧应该是刘酸亚铁用的多了 你你说是不是 是的话记得评论区里面回复一下 然后呢有点水大有点水大的一个感觉 它是需要光照好一点喜欢温暖 一般冷了它也长不好 好吧就是大阳光大水大肥 像南方那边都可以递摘的东西 老花一救命 酸性土感觉板结严重 你那是酸性土啊你知道吗 一块一块的内部 粘性大怎么弄啊还可以救吗 茉莉太惨了 我给大家伙说啊你种茉莉你别追 追究什么什么那个酸性土照照那那里 你要不相信了你就那个建筑工地上那种沙子 或者说搞装修的就用的那种沙子 你用那玩意样都比你买的这个墙 那为啥呢 因为 不论是用什么土只要粘乎乎的 它对于根系来说都是致命的 根系喜欢那种 通风透气的感觉 好吧 所以说用沙子一样都比这个强 这话说不是要酸性土吗 大部分植物都有一定的耐减性 你如果说害怕酸性的话可以接一些雨水 如果没条件的话可以用繁肥水 好吧 而且呢不建议大家买一些个红土和东北的这个黑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 啊叫非法采矿罪这一块啊 你看看他有矿产证吗 有的话你就买 他说老花一两个贵位嘴老妆 还有旧吗 去年10月份种的一直没动 买了植物基础还没救过来 你这个也太老了 你这个 你叶有叶吗 还有没有叶的 实在是也太老了 你像这个啊 像这种老妆 你看他上面那个就是长出来的像枝条的那个东西 那叫气根 气根都已经干板了 说明一个什么事呢 您家里的空气湿度 很差事 就是太干燥了 而花盆里边呢 你还老浇水 部分啊 搞不好就下面已经烂根了 空气湿度呢又达不到 而导致了什么呢 整体的水分供给不足 这话说我浇了水了 你就是因为你浇了水用了这种磁盆 它烂了下面的根 上面的气根它还吸收不了水分 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吗 如果说上面还有 叶子的话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 这些个气根 就是你可以稍微用个塑料袋之类的给它 再裹一裹 保持一下湿度 下面你就别闹浇水了 先让它再长点气根出来 好吧 长气根是好事 没气根就说明差点意思了 要是放到那种比较温暖的地方 就像我们那种大棚高温高湿的这种地方 就是湿度要高一点的地方 它不治而遇 在家里边呢 就这个样了 还有一个应该是冷了吧 这玩意也怕冷 好吧 像臭宝说老花益想请求一下关于阳光 直射光跟闪射光对花的影响 这个阳光这个东西 就太阳呗 太阳就是没有任何折挡的 没有任何折挡的 这个就是直射光 如果说有折挡的 像这种你比方说咱们这个杯子 反射过来的这种光 你就像我现在在这个阴面这里 我现在这个呢就叫闪射光 我来到这边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叫直射光 有的话说不是被大棚隔了一层了吗 那也是直射 这个没事 好吧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就是说 不直接见到太阳的 你都可以理解为闪射光 好吧 他下个问题说这个图档里面有小黑飞 果蝇一类的小虫子该怎么解决 用小白药 用碧葱林啊 阿维菌树啊 或者是腹虫胺都可以 个人呢是推荐先趴的腹虫胺 这个也不贵 十来块钱一小瓶 他肥 他那个药消息很长 下个说 月底施肥啊 氮肥多容易得白粉 如何理解忘止叫 其实怎么理解呢 像应该是大家用到的粪肥多容易得白粉才对 像一般的粪肥里面有一些个不知名的一些杂菌 会导致植物的整体的受感染 像一般你用些尿素这方面来说呢 这个问题不大 好吧 你看用什么样的氮肥 再一个呢 关于 得白粉病啊 一般都是潮湿闷热 不通风 光照也差点意思 才会那个样子 一旦得了白粉病 不严重就打药 严重的话减了再打药 这个真的没什么高招 好吗 希望花儿门在养月季的时候呢 一定要理解在我们山东地区来说呢 就是一个地灾的植物 连管都不用管 照样长得很哇塞 多半都是您盆栽没整个明白事 要么就是南方的花儿有地灾 阳光不是很足 雨水又大 才会出现这些毛病 好了 羊问题今天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 视频要留言 白了